好,來,我們現在把你不太熟悉的題目 我們一題一題的再重講一遍 下列XY兩個數量的關係 哪一個敘述不能稱Y是X的函數 好,我的檢查方向是用X去對Y 好,我們來看第一個 他說X公斤A的答案 他說X公斤是座號Y號同學 這個東西有可能是什麼? 50公斤有可能是1號同學 也有可能是2號同學 也有可能是3號同學 好了,所以X對Y其實叫做1對多 所以你去想,一種水果 打出很多種口味的果汁 那當然就不合理嘛,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不是函數關係 所以A就不是 再來B,無論變數X為何 所對應的Y都叫做1 所以這個叫做X對Y 叫做X有很多種 但是永遠都對到一種Y 這個叫做多對1 OK,B是函數關係 那XY的關係是X等於Y-9 我說過了,如果都是一次方的話 X對Y就叫做1對1 再來租 購買一瓶價格為Y元的飲料 結帳後拿到一張發票號碼是X的同一發票 好,你記得這個概念是 這個概念是這樣講 X對Y記得 X是同一發票 發票的號碼就是 譬如說第一張是00001 那再來就00002 一直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一直上去 所以有可能是 譬如說好002他對到20元 003這一張發票他也是20元 004下一個人他也是買20元 無論如何X對Y 其實可以叫做多對1 所以他也是函數關係 所以不行的只有A 所以第一個答案是 第七題答案是A 再來第九題 X月有Y一個星期日 那X跟Y的函數關係 下列何者錯誤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1月有四個星期日 7月有五個星期日 8月有五個星期日 其實我不知道 到底是四個還是五個 可是我可以確定的是 不可能有三個星期日而已 因為一個月至少都有28到31天嘛 所以至少都有四周嘛 對不對 都有四個禮拜 那四個禮拜 那四個禮拜 絕對會有四個星期日 所以在怎樣 不管哪個月禮拜日 絕對都只有 至少都有四個 所以這一題錯的是豬 好再來這一題 威威食品公司的食品 染到了黑心油 今天宣布賠償消費者的方案 如下 原消費X元跟賠償金是Y元 乘函數關係 而且關係是FX等於1.5X加300 如果今天他得到了賠償金 賠償金比星宇多90塊 那兩個人的消費原來差幾塊 他說他們相差90塊 所以我可以假設 我這樣假設好了 我說假設這個字函 他本來的消費叫做A元 那星宇他本來的消費叫做B元 OK 所以我的那個字函 他應該得到了賠償金 叫做1.5A加300 那另外一個人叫做星宇 星宇花了B元嘛 所以他得到的賠償金 應該叫做1.5B加300 然後題目又講說 兩個人的賠償金差了90塊 所以他減他等於90 好我們來開始減 300減300不見了 那1.5A減1.5B 這是1.5倍的A減掉1.5倍的B 就等於90 所以我可以同除以1.5 同除1.5 90除1.5就會得到60 所以兩個人原來的消費 其實就相差60塊 用這樣子你應該也聽得懂 好這是第四題 再來第六題 兩個函數關係是這樣子 折他們的筆值 好其實這一題你錯錯在哪裡 他說的是筆值 所以叫做3和負7的筆值 所以這一題的答案是負的7分之3 自己小心一點 再來第七題 函數y等於fx的圖形通過20 33 415-34 4個點 再來 那 那y等於gx的圖形通過 2-43-140 55 好我先稍微講一下什麼叫做20 也就是 當x等於2的時候 當x等於2的時候 那你知道它整個fx的值 就叫做0 再講一個 當x等於3的時候 那這個f3 f3就 f3就等於3 什麼叫做4-1 當x等於4的時候 f4 f4 就叫做1 再講一遍 這個叫f3就叫做3 這個叫做f2 就叫做0 所以當你看到g4的時候 老師什麼是g4 g4就是當gx等於4的時候 它的值是0 所以第一個叫做0 很簡單吧 那f3叫做f這邊 然後f3 的值叫做3 0-3加 當x是5的時候 f-5叫做-3 加上-3 然後呢 最後一個叫g2 當x等於2的時候 趨2叫做f4 所以減掉f4 所以就變成f3-3 加上4 所以就等於f2 ok 再講一次給你聽 再來 好 這一題爸爸有教你了 那我再講一次 其實它就是分項對銷的概念 所以我們先來寫這個東西 fx等於什麼 這兩個人可以提出6倍 乘上 好這個叫x分之1 減掉 x-1分之1 然後又可以等於6乘上 你看 這個就可以變什麼 呃 同分就叫做x乘上x-1 然後這裡就會變x-1 扣掉那個x 所以就變成6乘上x乘上x-1 樓上剩下-1 所以整個就會叫做-6倍的 括號x乘x-1分之1 好 我把fx稍微修整一下變成這樣 然後呢 今天要問你f2加到f24 那f2加f3加f4一直加加加加加 加到f的24 所以就等於 記得喔 大家都有-6 所以我們-6就一起提出來就好了 -6乘上 ok 那裡面要寫什麼呢 呃 2丟進去 這裡叫做2乘上2-1 那就是1乘2嘛 那就是1乘2分之1 加上來3進去叫做3乘2 也叫做2乘3分之1 加上4丟進去叫做4乘3 也叫做3乘4分之1 好一直寫寫寫 寫到最後一個24放進去的時候 叫做24乘23 也叫做23乘上24分之1 好 等於-6乘上 分項對象還記得嗎 下面的相差如果叫1 而且上面也是1 就能炸開 炸開就會變什麼 炸開就會變成 1分之1扣掉2分之1 加上2分之1扣掉3分之1 加上3分之1 扣掉4分之1 所以一直到最後一個叫23分之1 扣掉24分之1 所以消消消 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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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後的1-24分之1 負6乘上 1-24分之1 那就是24分之23 所以最後的答案叫做負的4分之23 OK 它是以前分項對象的概念 好 再來 這個題目啊 呃 我會把它叫做爬樓梯 就是一格一格一格爬上去的那個概念 我知道F5叫做10了 那我來做一點點的調整 我把原來的題目 我把原來的題目 因為它比較大一點點 我把它寫成F的X加5等於FX 然後-5丟過去了嘛 叫做加5 然後第一個 我另X等於5 所以5丟進去就會變成F10 就會等於F5加5 對不對 所以F5是多少 F5是10嘛 10加5就叫做15 F10知道了 再來 我下一個再令F10知道了喔 那我再令X等於10 那這裡就會變成F15等於 這個叫F10加5 F10剛剛有算出來 F10是15啊 15加5就會得到20 再來再一個就好了 我令X等於15 我就可以得到F20等於F15 再加上5 F15剛剛算出來是20了 20加5叫做25 好 依照這樣子的規律去看 我們來發現看看 F10叫做15 F15叫做20 F20叫做25 都差5 所以最後F50呢 好 照這樣的規律下去 就會多5 那就叫做55 答案就可以找得出來 OK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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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